全部縫好 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這就是縫完的樣子 縫完後需要把線頭藏到方塊裡面 像這樣把縫針插入小方塊 在另一面相同顏色處拔出縫針 再順著繡片的紋領 從旁邊插入 再從另一面相同顏色處拔出縫針 大家可以多縫幾次 剪掉多餘的線頭 到這裡 小方塊的縫製就講解完了 縫好所有的8個小方塊後 接下來需要將小方塊連接組裝起來 一共需要連接8條邊 現在我以成品為例講解一下小方塊的連接位置 先找到每個小方塊上面的H編號這一面 像這樣 按照第一排 H1 H2 H3 H4 第二排 H5 H6 H7 H8的順序 擺好所有的小方塊 拼出小羊的圖案 H1 與H2 H3 與H4 H5 和H6 以及 H7 和H8 H8 這個四條邊需要連接起來 將上下兩排小方塊分別向外翻轉 我們就來到了G編號的海豚這一面 在這一面 我們需要連接 G1和G5 以及G4和G8 這兩條邊 然後 像這樣 將左右兩邊的小方塊 繼續向外翻 我們就來到了A編號的這一面 在這一面 我們需要連接A1和A2 以及A3和A4 這兩條邊 我們按照這樣的方法 連接好這八條邊 動物的這一款魔方就組裝完成了 大家也可以根據拼接圖連接 需要連接的邊 我們都用相同顏色的線標註出來了 下面我用小樣演示一下小方塊之間的縫合方法 大家實際縫合時 縫合用線請參考指示圖解 在連接之前 我們需要先在要連接的這個邊上 縫一排小扣 以便連接方塊後 模方能夠自如地翻轉 找到需要連接的邊